我們看到這題目 是解這個方式 那首先我們把5x-7 以向過來 那麼得到這是根號 2x-3 然後這是等於6x-5x 這是x 然後-10再加7 這是-3 這時候我們根號裡面 這數呢要大於等於0 所以呢我們有2x-3 要大於等於0 的限制條件 也就是這x 要大於等於2分之3 但這時候x-3 是等於根號2x-3 所以呢這時候x-3 一樣這是要大於等於0 所以呢我們一樣有x 大於等於3 的限制條件 因此呢我們綜合這兩個條件 那麼得到這x 必須要大於等於3的 那麼這時候我們看這方式 這兩邊我們取平方 那麼得到這取平方 把根號去掉 這是2x-3 然後這等於 這是x-3 括號的平方 好 那麼這乘開來 我們得到這2x-3 這是等於 這是x平方 減6x加9 好 那麼這整個一項過來 我們得到 這是x平方 減6x 再減2x 這是減8x 然後這一項過來 這是9加3 這是12 好 那麼這等於0 這時候我們可以做這樣分解 這1是1乘以1 那麼12呢 是2去乘以6 那因為這裡要-8 所以呢 這裡正號我們要換成兩個負號 那麼這是-6加上-2 會是-8 因此呢我們得到 這是x-2乘以x-6 這等於0 所以呢 這x4等於2 或者是 這x4等於6 好 但是我們有x大於等於3 在這限制條件 因此呢 這x等於2 是不合的 所以呢 我們這題的答案是x等於6 這個答案 是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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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